病运就是这么神奇,他在骂须辉不守A德的时候,却不知道须辉是他的天令,Alpha,他知道他和须辉信息素百分百匹配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上这么一对。 须辉和神秘Omega,现身医院的新闻,刚寄身热搜稿,就一路飙升,五分钟后旁边出现,一个豹子。 路人也分两对,一对激情吃瓜,热衷于各种巴一巴,一对对频繁的热搜反感,在评论区表达不满,作为须辉的头号黑粉百凡,在评论区本次。 你哥哥的私生活可比作品精彩多了,路人震惊地发了一场牌我靠,竟然占据了评论区第一位。 百凡一边浏览热搜微博的评论区,一边发牢骚,在他眼里,Alpha露出犬牙就是勾引,Alpha在公众场合不用气味阻隔剂就是浪漫,Alpha在一杆七不带一支剂就是不守A德。 此时,百凡接到助理的电话,通知他合作敲定了,下周可以正式加入风云台剧品。 真的吗?真是太好了。 对了,您和徐辉老师还有感情线哦。 这次要拍的风云台是补装戏,虚辉饰演的男衣是位冷俊的大将军。 什么?虚辉?百凡顿感无语,剧组为主是七点开始,会议桌上摆放着剧本和矿泉水,矿泉水是虚辉代言的品牌,包装贴纸上还印着虚辉的俊。 百凡一眼望过去,看到无数个虚辉,怎么到处都是他,太会气了。 不行,不行,要冷静,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不要因为一个人渣影响你的事业。 淡定,淡定,虚辉一觉睡醒就是傍晚,起身换了套奢华衬衣,喷了点气味阻隔剂剂,又喷了点海洋系列的香水,最后把墨镜挂上给衣梁,出了门。 回忆室坐满了人,虚辉取了墨镜,露出阴气眉眼。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百凡上下打亮了一番这位女帝,一脸不信,好,参加剧本围独也能穿得这么很好,是想闪瞎谁。 虚辉留意到桌子另一边坐着的Omega,瞅见他优越的下额线,认定他就是另一位男主,静止走到他对面坐下,他腿太长,一不小心还踢到了Omega的小组路。 身边的Omega侧过脸来,脖子修长,肩紧舒展,脸颊线条柔顺,一双单缝眼上条,却是透出几根心腕。 虚辉正愣,还没反应过来,就听雨导笑着打去,虚老师,你怎么坐到百凡对面去? 百凡虚辉想起来,原来他就是那个资本方硬塞进来的,这么漂亮的Omega却走了那种路,真是可惜了,从他的视角望过去,Omega的面容更加清晰,他断着一支笔,微卷的头发卡在耳后,垂眸盯着剧本,不知是在思考,还是在发呆,唯独开始,小凡,你的角色是一个爱而不得的人,这一段递独久的戏,情绪拿捏很重。 来,你和虚老师试一试,虚辉笑音应该伸出了手,请多指教,多指教。 百凡不经意间,脸颊微粉,心里暗自赶灿了一下,虚辉出色的外貌,百凡神色淡淡,将军,你把酒换了吗?遇到咳了一下? 呃,小凡啊,你这情绪不太对,你面对的是你的爱人,不是你想弄死的情敌,要悲哀,要缠绵,还要带点绝望,好吗?我们再来一次。 百凡转移目光弱点,盯着虚辉脸颊的一颗小质,剩下有几分颤的,嗯嗯,好的导演,这段台词试了七八遍,才记录下语,不是情绪过,就是表演痕迹太重。 于导叹了口气,让我想想,怎么增加你俩的火花,百凡明显有些测试,麻烦虚老师多包容了。 没事,慢慢来,新人刚开始和我搭信,有点紧张,很正常,多是几次就习惯了,虚辉竟然还对着他笑了笑,虽然百凡觉得那笑容也没有几层真心诚,于导突然打了个响指,啊,我知道了,你们俩干脆直接是吻气吧,百凡一脸惊讶,不用了吧道理,我可以再调整调整,好,虚辉突然转头,看他笑了笑,百凡吓得不轻,心脏都漏跳一拍,怎么了就好了,干嘛要答应? 虚辉伸手,一把搂过百凡的腰,将人揽入怀里,百凡将了两秒,偏过头,避免对视,满脑子都是这人,怎么这么亲密? 虚辉的嘴角微微,笑了一下,鼓下身贴得更近了,百凡感受到两人之间的鼻息越来越近,心脏止不住地扑通乱跳,不自觉地表着呼吸,闭上了眼睛,虚辉看着表情不杂的百凡,扑斥一下笑了出来,立马松了手,难打道,开个玩笑,是不是吓到你了? 百凡往后退了一步,双手背在身后,啊,没有,没有, 抱歉导演,我回去再找找状态,正式开拍时,保证不出现问题,嗯,好好准备,虚辉突然觉得,这小欧怎么这么容易害羞,有点可爱, 欧恩一边浏览热搜微博的评论区,一边着急地给虚辉打电话, 喂,你不知道,工作室的电话都要给打包了,欧恩咆哮道,虚辉,带着小欧为什么要把你叫到医院来,网传你把人, 不说八道,虚辉怒道,我要有孩子了,我怎么不知道,什么运检报告,那分明是体检报告,真像是, 酒吧里认识的Omega小,和他春风一度,虚辉拦住Omega的下一步动作,问有没有最近的体检报告, Omega愣了,说没有,虚辉推开怀里的人,一本正经地说那不行,拒绝了他,第二天, Omega就去医院做了检查,体检报告出来之后,他还特地打电话,闹着,让虚辉去医院, Omega不是全内人,他并非想到虚辉大子,只是气不过被质疑,折腾一番,就为了证明自己的病, 哪知道还折腾出来这么一个乌龙热讽, 喂,你在听吗?虚辉一脸无辜地问道,只听见电话那头, 长叹了一声,这顿骂,你挨得不亏,总之,热搜已经压下来了, 你稍微消停,好好拍戏,可千万别再被拍到什么乱七八糟的, 行了,知道了,我有数,挂了呀,虚辉没等对方说完,便不耐弹地挂了电话, 一抬头,贴见不远处,有片隐蔽的小树林,站着一个人, 这背影有些熟悉,是饰演苏织的Omega, 要什么来着,虚辉花了两秒钟响起来,他叫我, 百凡从会议室出来,就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刷微博, 他先前用小号评论不守A德的Alpha的留言, 被虚辉的粉丝挂了,评论区热闹了, 这位博主又开始出击了,他早就被我们反黑战挂了, 这就是蹭热度的营销号吧, 百凡的微博小号不是第一次被封炸, 他激情开卖,熟练地骂回去, 你们自己喜欢跪挺渣,哎,别扯上爸爸我, Alpha不自爱,就像暗夜菜, 不守A德,就该骂, 切,就你们,就凭这点能力, 还敢挂我,在这做什么, 百凡被吓得一个机灵, 手机差点飞出去,一回过头, 发现虚辉本身就站在他身上, 虚老师,我,呃,我在拍戏, 百凡的声音很轻,像是担心打扰他, 一个Omega半夜在小树林里, 就是为了拍戏, 虚辉扫到百凡的右手断着手机, 屏幕还亮着,刚刚笑得那么开心, 他是在和金主聊天吗, 百凡心虚,攥着手机的手, 往身捧摸了些许, 虚辉刷了一下,把人困在自己的手臂之中, 低沉地问道,哪场戏这么困扰你, 要不要虚老师亲自给你示范一下, 百凡屏住呼吸,生怕不小心吸入, Alpha的清吸素,也不知道虚辉是不是故意, 百凡突然灵光一现,指着树关, 哦,就是那场树下上吊的戏, 啊,百凡一脸期待着看着虚辉, 我怎么死都好假, 辛苦虚老师传授我一些死人的经验, 虚辉总觉得对话里话外阴阳怪气, 但既然话已经说出口了, 也不好拒绝, 便认认真真地交了起来, 首先你要这样培养感情, 然后,嗯, 虚老师说得好, 百凡垂谋, 心不在焉地盯着虚辉的皮靴上, 这皮靴真考虑, 你在看吗, 哇, 不愧是虚老师, 演得出神入化, 学到了学到了, 你很敬业, 愿意下功夫练习很好, 嗯, 只希望努力不脱大家后期, 虽然没学过什么正规表演, 但我真心想做一位好演员, 虚辉正了正, 听他认真的语气, 难道是为了进圈子, 还被包养了, 他觉得之前对这个小欧有些偏见, 是自己先入为主了, 便安慰到, 演员之路不及一时, 你身为Omega更要注重自己的身体, 生育很重要,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我这话的语, 重点是远离金主, 百凡单大地笑了笑, 嗯嗯, 谢谢虚老师关心, 我会坚持下去的, 不早了, 你也快点回去吧, 等虚辉离开事情, 百凡常蓄了一口气, 他果然是把Omega当工具的渣爱, 开机仪式定在了早上八点半, 剧组给他们定制了统一的白T恤, 衣服后面写了演员的名字和角色的名字, 百凡没有化妆, 洗漱完, 随意扎了一个丸子头, 就去了片场谈, 现场人杂, 演员扎堆, 场务到处跑, 还有部分粉丝前来围观应目, 百凡, 迎面走来的是云记, 也是为Omega笑起来露出一对小虎牙, 粉丝操起, 你来得正好, 导演安排, 你可会站徐辉身边, 不是吧, 吓得百凡差点吐出一口毛血, 导演, 再这样, 你会失去我的, 百凡, 不得不说, 导演真是看中你了, 我都要开始羡慕你, 百凡露出一个假笑, 是吗? 徐辉出现的时候, 人群中迸发出一阵尖叫, 有演员上前提醒, 徐老师, 你衣服是不是穿伞的呀? 徐辉低头看了一眼, 抿了抿嘴, 我故意这么穿的, 哦, 还挺特别的呀, 百凡忽觉有人站在自己身后, 一回过头, 就看见徐辉对着粉丝们抬高, 各位等这么久辛苦了, 天气很热, 需要水跟我们工作人员拿, 他穿着白T, 不过把写着名字的那一面, 穿在了前面, 百凡没忍住吃笑一声, 这人真是自恋, 自以为是的笑容, 无可救药的衣品, 精致长鸥的发型, 假惺惺的关心, 也不知道这些粉丝, 到底喜欢发生的, 徐辉哥哥, 真是太暖了, 哎呦, 百凡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来人撞了一下, 脚下一扶, 向后倒去, 下一秒, 便被人稳稳接住, 当心, 百凡下的不轻, 心脏多漏条一拍, 当看清后面的人后, 便迅速躲开, 徐, 徐老师, 对不起啊, 徐辉哥哥, 不会生气了吧, 我们不是故意的, 粉丝们纷纷道歉, 徐辉笑了笑, 将食指抵在唇边, 等会活动开始, 要保持安静哦, 歉, 装无作样, 百凡一脸不现, 要生气, 也该是我生气吧, 明明被撞的人是我好吧, 虚灰余光贴见了, 站在一旁的百凡, 这件肃静白涕, 倒是很成他的气质, 哎, 什么用呢, 人家有金主了, 百凡心里感到新鲜, 眼神几次飘向, 被红布盖住的摄影机, 供奉了美食和水果的暗桌, 也用红绒布遮盖, 桌上供奉关地, 旁边是香炉, 时间到了, 剧组主创依次上香拜神, 大家神气严肃, 百凡担心做错出锁, 想着等会先卖两只脚, 左脚, 右脚, 宇云记在旁提醒道, 第一次参加开机仪式, 你可以跟徐老师学学等会, 好, 他站在徐辉身侧, 徐辉取香, 他也取香, 徐辉将香头对准足, 他也照做, 徐辉突然转头看他, 百凡下的不轻, 心脏都漏条一拍, 徐老师, 怎么了, 没事, 徐辉不斥笑了, 原来是在学我的, 百凡正在全神灌溯的点香, 徐辉忽然伸手, 手指指尖俯过他的耳发, 声音低沉, 小心烧到, 百凡没有听清他说的话, 好像是提醒自己, 注意即将触碰到烛火的发烧, 他僵了僵, 别过脸, 谢谢提醒, 完了, 完了, 我不干净了, 百凡回到酒店, 虽然有些笨, 还是忍得乏意写了稿, 嘀嘀咕咕道, 终于干净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 Omega, 有没有Alpha愿意要, 但我肯定虚躲这样, 浪荡不知道廉耻, 还爱装逼的Alpha, 是没有正经Omega愿意要的, 哇, 好软的大床, 好舒服啊, 百凡躺在床上, 本想着看会剧本, 可怎么也看不进去, 眼前浮现的都是虚晖的, 好, 他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他以为自己是谁, 以为自己很有魅力吗, 简直浪荡, 此时, 手机响了起来, 百凡轻咳了一声, 学着, EO说道, 您拨打的电话是通号, 请稍后再播, 什么鬼, 老哥, 你在干嘛, 二少爷, 终于想起你还有个哥哥了, 嘿嘿, 我这不是才放假吗, 就想再赶紧打电话, 向你一起吃饭, 算你小子有良心, 剧组合饭, 真是太难吃了, 那我一会儿到大堂的咖啡厅等, 百凡乔装了一下, 坐在咖啡厅的角落里, 一身黑色, 趁着他更加轻敏的感觉, 嗯, 我在大堂咖啡厅, 咦, 这个声音是, 他悄悄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 对着身后照了照, 是他, 虚辉, 我去, 冤家路窄, 怎么哪都有他, 百凡戴上了头照, 将棒球帽往下压了压, 手指迅速地打出几个字, 臭小子, 到了没, 快点啊, 虚辉打开手机, 玩起了小游戏, 背景音乐节奏感很强, 一个女生激情高昂地宣布游戏开始, Game Start, 两分钟后, Game Over, Game Start, 间隔两分钟, Game Over, Game Start, 又过了三分钟, Game Over, Game Over, 终于不再想起, 百凡以为虚辉放弃了, 玩游戏玩得太烂的人, 只配精英, 百凡压住唇角, 不让自己嘲笑的心声流露, 虚辉又玩了几局, 每局都是没玩几分钟就挂挂, 他把手机往桌面一扣, 双手环胸靠着你背, 表情有些气怒, 不知道说给谁听, 这波游戏还挺难, 太丢人了, 谁说Alpha天生都有游戏细胞, 虚辉不就是个活生生的反例吗, 百凡的手指情不自禁地敲打捉命, 他发现了, 如果虚辉吃饼, 他的心情会异常愉悦, 哼, 人菜已大, 啪的一声, 就瞥见虚辉双手合时, 嘴里喃喃道, 好了, 我要开始认真对待了, 不是吧, 看着是青铜, 难道其实是个王者, Game Over, 不吃, 百凡差点给咖啡呛到, 看来还是高股他, 再晚, 我就是憨屁, 虚辉也顾不上平日的形象了, 抬手摔了手机, 默默发呆, 过了会又拿起手机, 再次打开了游戏, 百凡没想到, 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这幕, 真是个蠢, 来了, 来了, 老哥, 出来吧, 来了, 百凡起身, 朝门口走去, 碰巧与虚辉的经纪人, Bowen踏肩而过, 虚哥, 自己堵在路上了, 稍等一会, 好, 虚辉把手机丢到一边, 抱怨道, 切, 今天手机不好, 不完了, Bowen看着窗外惊叹道, 哟, 这车来接谁的, 海场够大, 虚辉也爱买跑车, 他多扫了两眼, 就见百凡静直地朝那辆车走过去, 坐到了后排, 虚辉摇了摇头, 看来是金主来接了吧, 他果然没把我的劝稿听进去, 酒店内, 百凡拎着大包小包走出了电梯间, 难道有时间去一趟商业街, 还有小弟买单, 当然要买够门了, 305, 哦, 这里, 门卡门卡, 去哪里了, 百凡手里的包太多了, 一通乱翻也没有找到, 干脆把手提包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 啊, 在这里, 他走到对面的房间, 蹲下身解门卡, 好巧不巧, 对面房门开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早点休息, 今天晚上辛苦, 他一抬头, 就看虚辉从里面走出来, 转身和门内的人说话, 嗯, 下次可以来我房间, 他的双手插在裤兜里, 是一副算乱的地方, 这简直就是修罗场, 门卡果然如此, 虚辉这样的, Alpha, 不勾搭剧组的Omega才怪了, 你在干什么, 虚辉率先开口, 打破僵局, 嗯, 我东西掉了, 百凡无奈地捡起门卡, 冲着对面的虚辉和宇云记笑了笑, 一副了然的模仿, 是百凡啊, 宇云记惊讶地说道, 原来你住我对门啊, 要不要进来坐坐, 正好我和徐老师刚对完剧本, 不了, 我还要回去背太子, 百凡心想, 宇云记多半也就是和他客气一下, 虚辉此时撇进了百凡手里的购物袋, 好像都是奢侈品牌, 看来豪车的主人出手挺大方的, 疑惑地问道, 你去购物了, 收货不小吗? 还好吧, 百凡低着头, 眼神闪躲, 单大地理了李头发, 嗯, 时间不早了, 不打扰两位, 我先回房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 宇云记一脸疑惑地看着虚辉, 打扰, 打扰什么了? 算了, 徐老师, 你也早点休息吧, 行, 你也好好休息, 百凡偷偷把门开了条小缝, 暗中观察, 他记得这层剧组安排住的都是Omega, 虚辉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跑到Omega的房间里, 不是前几天, 可才和别的小欧上过热搜, 这就换新搭档了, 生产队的驴都没你吗, 他用冷水洗了洗领, 抢迫自己冷静下, 百凡啊, 百凡, 一看清楚, Alpha大概就是天生道德感低下的物种, 一个到处留情的垃圾, 他们喜心厌旧, 从不考虑他人感受, 以玩弄Omega为荣, 却还自诩是人类精英, 简直可笑, 虚辉跟那些败类也没有什么不离, 好在只要撑过这部戏, 就可以远离这个到处遥骚的渣埃, 百凡, 坚持住, 为了理想, 一定要坚持住, 第一幕戏拍的是夏少元征战沙场, 大获全胜, 凯旋而归, 虚辉将头发竖起, 把脸部轮廓, 不显得更加分明, 他穿着盔甲, 系上白色披风, 骑在马背上, 英姿飒爽, 他拍过很多补装剧, 骑马技术一流, 但马上挺直身子, 一手甩烟, 一手软僵, 气势从容又反过, 一条过, 百凡饰演苏枝, 在城楼上与众人一起庆祝将军凯旋, 不小心被人群推下城楼, 被路过的将军英雄救命, 本来这条拍得很流畅, 回放时却发现百凡闭眼了, 于导有些生气, 百凡, 别担心, 郭亚很安全, 我也会接住, 虚辉朝他笑了笑, 在他耳边安慰他, 麻烦徐老师了, 百凡在心里直逼顾, 他这事看出我恐高了, 拍拍, 于导盯着取景器, 没有叫停, 等这一幕结束, 指出问题让他们再来一遍, 他们总共拍了三遍, 于导勉强满意, 两个拍, 下一个场景, 百凡松了一口气, 终于过, 咦, 徐老师, 您腰上怎么磨破了? 都问, 疑惑地问道, 我去叫医生处理一下吧, 不用, 一点小伤, 不碍事, 百凡看着虚辉腰间的位置, 一脸不可思议, 不会是我干的, 难道是自己当时太紧张了, 抓得用力了, 既然不舒服, 他为什么不说呢? 切, 一看就是爱逞强的, Alpha, 真是幼稚, 露天酒吧内, 百凡点了一杯酒, 悠闲地坐在八台, 随手点开微博, 私信又是九九家, 风云台, 官微在微博上发布了定妆照, 又吸引了一波观众, 点赞数最多的评论是, 该说不说, 虚辉跟男三的, 公主抱太有感觉了吧, 虚辉真是太帅了, 古装戏扛把子, 名不虚传, 那个百凡吗? 确实美, 刻起来, 我去, 真是天雷滚滚, 百凡只觉得头皮发麻, 居然说我跟那个渣爱, 吃过, 这不能忍, 敢惹到我头上了, 看我怎么回对你们, 脏掉的Alpha不要扔, 裹上鸡蛋液, 黏上面包糠, 下锅炸制金黄酥脆, 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他这个账号虽然是小号, 但因为经常激情发言上热评, 关注他的也有十几万粉丝, 一位名叫虚辉什么时候, 许我的网友, 发来一堆虚辉的精修图, 并留言, 妃子一定是嫉妒我们家哥哥长得帅身才好,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盛世美严, 摆盘点开图片, 图片上的虚辉有些失真, 皮肤白的发光, 脸颊的小致也被磨皮弄掉, 还没有真人好看, 真无聊, 送一个黑名单套餐, 不限, 另一名网友也发了一堆图片, 都是虚辉的截图, 我哥资本傲人, 你是不是得不到, 才急了眼要黑他, 图片里, 虚辉穿着西裤和白衬衫, 一脸禁律, 装模作样, 这下面鼓出来的, 好, 摆盘两眼一黑, 他做错了, 什么要看, Alpha的这东西, 他随手转发, 真爱生命, 远离垃圾, Alpha, 明天要早起, 别喝多哈, 都念到多少遍了, 你就放心吧, 虚辉不耐烦地挠了挠头, 高恩跟在他身旁, 又主错了一遍, 咦, 那不是百凡吗, 是他, 虚辉招了招手, 百凡, 好巧, 就你一个人吗, 啊, 百凡的目光, 情不自禁地, 吓滑虚辉穿的西装服, 不对, 我在看什么, 都被虚辉的粉丝弄魔装了, 徐老师, 百凡下意识地把手机藏在身后, 立了起身, 怎么了, 是不是我们吓到你了, 没, 没有, 虚辉笑到没有做好, 随即在他旁边坐下, 点了两杯酒, 百凡坐立不安, 支支吾吾, 你们聊,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哦, 好的, 虚辉看着百凡远去的背影问, 你刚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 百凡的手机, 虚辉一脸傲娇地问道, 都问得好奇心被勾起, 新款吗, 你想要的话, 我去找, 我的意思是, 你有看见他用手机在看什么吗, 没有啊, 我竟是, 所以他在看什么, 虚辉摆了个pose抛出答案, 在看我, 虽然隔了一定的距离, 但虚辉对自己的衣橱了若指掌, 图片上的男人穿的某奢侈品牌春季现代的外套, 多半是他, 嗯, 说真的, 你说他为什么要偷偷看我照片, 都问你沉默了一会, 明天你和他有重要的对手戏吗, 可能是为了找感觉, 虚辉神情严肃, 没有那么简单, 多问无语, 想着哥, 你直说你觉得别人对你有意思不就得了, 他提醒道, 最近狗仔盯你, 盯得有点紧, 哥你多注意, 虚辉哼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 他这种有金主的人, 我也没什么兴趣, 房间里百烦无聊地看着电视剧, 边看边吐槽, 这剧情真狗喜, 肉麻的台词, 傻白甜的女主, 虚辉倒是演得不错, 情感细腻, 角色塑造得很有个人魅力, 这部剧全靠男主一人称的, 也是不容易的, 来了, 来了, 终于要开始了, 导演说的是这段吧, 这是真亲, 还是借位啊, 百烦左看看, 又看看, 研究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个左影, 下午, 于导特意找了些借位资料给我, 说是明天要拍吻戏, 让我一定要认真看完, 但是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是怎么借位, 百烦疑惑道, 导演不会再骗我吧, 不能吧, 算了, 管他呢, 我可以的, 就当被狗啃了一口, 没什么大不了的, 百烦, 加油, 你一定会做到的, 摄影棚内, 百烦, 怎么样, 给你的学习资料都看完了吗, 嗯嗯, 都看了, 百烦有点心虚, 的确, 的确值得学习, 于导很满意, 好, 如果等一下, 借位拍出来的效果不理想, 你们俩就得真亲, 什么, 虚规站在一旁, 看了眼睛, 笑道, 我都可以, 可以你的大头鬼, 谁要你替我做主,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浪荡子, 呃, 百烦嘎笑道, 导演, 借位应该没问题, 哦, 那就先试试看吧, 拍机, 夏少元和苏芝成婚之后, 一直分住在两室, 苏芝明面上的是将军夫人, 但私下夏少元有许多事物要处理, 对他也有防备, 所以他们相见的机会并不够, 这一幕拍的是苏芝主动挽留夏少元, 古时, Omega并没有一支剂, 情热期只能靠他们自己熬过去, 但他现在已经嫁人, 应该得到Alpha的安法, 虽然这个Alpha将军严峻能够让他难以开口, 但还是想借此机会试试, 他释放出信息素, 声音音哑哑, 换他, 将军你等等, 夏少元一脸正式地问他, 我合适, 将军, 少元, 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苏芝一把抱住夏少元, 不撒手, 娇羞地看着他, 声音软绵绵的, 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 苦苦熬过情热期吗, 夏少元不解风情, 那个吻自然是苏芝先透上去, 留下来陪我吧, 吻戏是借位拍摄, 百凡垫着脚, 抬起下颌, 勾住虚辉的脖梗往下压, 想要他看着自己, 咚的一声, 两人额头撞在一起, 场面十分尴尬, 哈, 雨倒叹了一口气, 再来, 百凡不要那么僵硬, 够不到自己想办, 徐老师的脖子要断了, 好, 对不起导演, 虚辉揉了揉后脑了, 看来他是第一次拍晚戏, 很紧张了, 百凡这次动作放心, 虚辉也只微微低头, 他把自己带入苏芝, 夏绍元不为情主动, 他只能更加主动, 百凡慢慢靠近, 双手捧着虚辉的脸, 他的唇降落到虚辉的唇颠, 他能感受到虚辉温热的呼吸, 打开他的脸颊, 百凡想, 虚辉昨晚喝了酒, 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酒气, 也没有闻到那讨厌的海盐味性稀素, 反而有一股清香, 营妙的甜蜜, 哈, 你俩有没有接过我吗, 亲上去之后就不动了吗, 让你们借位, 不是让你们贴一贴就算了, 多加点动作和感情进去, 再拍不好, 就得给我真情, 百凡听得心惊胆战, 他可不想, 可虚辉真情, 于是第四遍, 百凡演得特别耐力, 脱位稳上去之后闭上眼, 身体发颤, 双手附上了虚辉搏骨, 把人拉得更紧, 啊这是, 虚辉看着眼前之人, 只觉得心脏不由自主, 疯疯乱吵, 百凡闭着眼睛, 睫毛卷翘, 在眼瞼下方投下阴影, Omega皮肤水润细腻, 白的发光, 像是稍微用点力, 就能在他身上留下点什么, 虚辉情不自禁地多看了几页, 哈, 百凡没有什么问题了, 虚老师遇到有些无奈, 琢磨着措辞, 你这个情绪, 看上去不太像被抢吻了, 反而像是乐在其中, 这样啊, 好, 我注意, 虚辉点头, 对百凡说, 麻烦你了, 得再来一遍, 什么, 虚辉这家伙, 是不是故意的, 百凡没有证据, 但前面的确是他没有表现好才同态, 他哪有嫌麻烦的资格, 第五遍, 一切正常, 听到语导说通过时, 真的吗, 太好了, 总算结束了, 百凡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想转身离开, 被一个姿势保持久了, 腿有些麻, 好像还抽筋了, 一时力气不够, 便蹲了下去, 虚辉一回头, 看见百凡蹲在地上, 便伸出手想拉他一眼, 百凡犹豫了两秒, 不想当着众人扫他面子, 把手搭了上去, 就在起身的一瞬间, 由于重心不明, 又被虚辉拽着往前, 一个亮枪, 整个人栽倒在虚辉怀里, 虚辉还没反应过来, 也随着倒了下去, 百凡突然察觉, 他离虚辉的那处太近, 整个人就先在虚辉的两者之间, 怎么回事, 然后他发现虚辉他, 我靠, 虚狗对着他, 天哪, 真是乌落偏逢连夜雨, 虚辉你真是狗啊, 两人就这么四目相对, 虚辉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瞬间红了脸, 天过来不去, 百凡大脑一片空白, 我, 我脏了, 我脏了, 我不干净了, 这是耳边响起, 放饭了, 大家抓紧时间吃饭了什么, 两人才回过神, 百凡额头盛汗, 深呼吸一口气, 轻轻推开虚辉, 我去看洗手间, 虚辉看着匆匆离开的百凡, 一脸傲慢, 他拍了十一年戏, 和他拍过亲密戏份的演员, 不下领位置, 但完全能将戏和现实分得很清楚, 从来没有在拍戏时情动, 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当百凡的唇半落到他的唇边, 他的身体迫不及待地做出了反应, 百凡会怎么想他, 虚辉有些尴尬, 他坐不住, 起身往洗手间的方向走, 准备和他道不歉, 男洗手间分为, Alpha洗手间, Beta洗手间和Omega洗手间, 他刚走到Omega洗手间的外面, 就听见百凡的声音, 百凡像是在和人通电话, 你想都别想, 我和虚狗势不两立, 你不知道, 虚狗的王八蛋当当做了什么, 算了, 我不和你说, 气死我了, 虚辉将在原地, 怀疑是不是自己理解错, 虚狗是在称呼他吗, 然后他看见百凡走到洗手台前, 往嘴里倒了小半瓶矿泉水, 含了一会后又嘴出来, 虚老师, 你走错了, 一位演员经过, 出声提醒, Alpha洗手间在那边,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百凡缓慢地回过头, 映入眼帘的, 就是虚辉那张帅, 且臭的, 嗯, 完了, 完了, 他全听见了, 此刻再怎么解释, 都是狡辩, 他选择保持沉默, 打脸来得太快了, 虚辉觉得脸疼, 胸腔酸涩, 难堪至极, 他本该说一句对不起, 毕竟在拍戏的时候, 有了反应的是他, 但听到百凡叫他虚狗之后, 他说不出口了, 他习惯受人尊重, 习惯被人吹唬, 即使清楚,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 但从未亲耳听到这样的人啊, 抱歉, 我走错了, 虚辉阴沉着脸转身, 原来他是这么看的, 他竟然还以为百凡对他有点想法, 真是自作多情, 百凡愣住了, 他真的全听见了, 肯定听见我骂他虚狗吧, 怎么办啊, 都怪百胜这家伙, 嚷着要他的签名, 这下好了, 毕竟自己和虚辉之后, 还有那么多最神戏, 真尴尬, 此次此刻, 百凡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休息时间结束, 戏还得照常拍, 接下来还有他俩最神戏, 两个人的氛围很微妙, 语导一喊, Action, 他们进入角色, 语导一喊, 他, 他们就马上分开, 一句话的交流也没有, 百凡叹了口气, 这虚狗果然记仇了, 开清密戏都不敢让我靠近,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我的脖子就要断了, 不管了, 百凡出来出虚辉, 你把肩膀一过来点, 虚辉瞪了他一眼, 我就这样, 你暗眼不眼, 亲, 请, 这有你的, 百凡深吸一口气, 一把搂着虚辉, 双眼含泪, 娇滴滴地说道, 将军为何一言不发, 是同我无话可说吗, 哟, 你临场反应倒是挺快, 虚辉醒醒, 这演技, 难怪自己会误会, 真是小看他了, 哈, 这条过了, 两人随即分开, 离得老远, 只要不影响开戏, 虚辉倒倒是对他俩的相处模式, 没有任何, 哇, 百凡, 你刚才那边眼神戏太绝了, 真的吗, 厉害啊, 最后还红了眼睛, 简直把角色的委屈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管了, 那都是徐老师配合得好, 百凡故意提高了声线, 看向虚辉, 虚辉冷冷地回了距, 不客气, 以后会配合得更好, 语云记凑到百凡跟前小僧地问, 你和徐老师吵架了, 没有, 是不是, 别想说, 你们看着和以前不太一样, 他话还没说完, 便被百凡拖走, 快, 别磨蹭了, 我们去拍下一场戏, 啊, 你慢点, 你们这到底, 饰演哪出啊, 这场拍的是刺客潜入将军谱刺杀的戏, 宇导安排了一下你们的服务, 不巧的是, 饰演刺客的演员走位时, 不小心被屏风扮倒, 屏风倒了, 不偏不倚, 刚好拿到宝盘, 百凡揉着脑袋, 疼, 疼, 真是活不担心啊, 宇云记担心地问道, 百凡, 你确定不用请假吗, 没事, 我在这里, 休息一会儿就可以继续拍了, 那好吧, 等人走后, 百凡早在沙发上, 松了口气, 还是啪一会好, 头晕, 算了, 还是看看新闻吧, 头条是专家建议, Omega的最佳生意人士, 嘿, 我看你是PUA专家吧, 此时, 虚辉推门而入, 本来是来拿丢在休息室的剧, 结果就看见百凡窝在沙发里玩什么, 心中那股无名火又上来, 百凡也注意到来人是虚辉, 尴尬地打个声招呼, 徐老师, 你拍完了吗, 虚辉没好气地说道, 没, 我来拿东西, 我可没时间在这里吹空调, 玩手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喜欢偷懒耍滑的人, 还是趁早别做眼睛嘛, 随即转身离开, 混蛋, 百凡气地发抖, 你这个自大又自负的Alpha张口地口别未说叫, 你以为你是谁, 接下来的几天, 虚辉时不时地就要对着百凡阴阳怪气进去, 百凡也不惯着他, 一句句地回给他去, 哈, 这条过了, 今天辛苦了, 大家早点回去吧, 百凡长嘘一口气, 今天的戏份总算拍完了, 终于不用再看虚狗那张臭脸了, 他脱了戏服, 正打算回酒店休息, 小安, 他的Alpha父亲从不远处走过来, 父亲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告诉你, 正好有个生意在这附近来, 我就顺便过来探个班, 一想到父亲围观了他拍戏, 百凡有点不好意思, 那, 您在旁边看到我拍戏, 你有什么想法, 百彦叹了口气, 感觉你比我想的, 还要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啊, 真的吗, 还有呢, 百彦想了想, 和你搭戏的男演员还挺帅的, 你说虚辉啊, 百凡瞥了一眼路过的虚辉, 小声道, 哪里帅, 这样的还不帅, 那我们小凡对Alpha的要求还挺高, 呃, 是我要求高吗, 谢, 明明是虚狗底线太低了好吧, 好了走吧, 去吃饭吧, 好, 这一幕, 凤巧被虚辉看到, 这么清热, 这就是那位金主吧, 父亲, 就我们两个人吃饭, 你怎么还定了个包间啊, 百凡抬眸, 不解的看向百彦, 你到了就知道了, 进了包间, 发现包间里还坐了一个人, 你们来了, 快请坐吧, 这位是, 小凡, 这位是谢吴清, 现在是市医院的医生, 欧美改专科专家, 你们认识一下, 百彦介绍到, 又对谢吴清说, 我儿子, 百凡, 马上读大三了, 百凡冲谢吴清点头, 你好, 谢吴清笑了笑, 你好, 之前看过你的照片, 本人原来比照片还好, 谢谢, 百凡这才意识到, 这是相亲局, 谢吴清三十岁, 面容却是年轻俊秀, 声音温和, 基于百凡的专业, 和百凡探讨了两个历史问题, 又表现出, 被演员如何拍戏, 好奇, 你们拍水下戏, 怎么拍的, 会真的下水吗, 百凡冷淡地答道, 我还没拍, 不过这种镜头, 一般会借助绿木和后期课笑往成, 这场面有点像客上老师提问, 学生回答, 百言摇了摇头, 小凡向来对Alpha看不上眼, 希望多接触一些优秀的Alpha后, 他能改变想法, 谢吴清高兴地笑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 真是长知识, 出于礼尚往来, 百凡觉得他也得问对什么, 他还针对谢吴清的职业感进去, 谢医生, 现在国内Omega腺体摘除手术成熟了吗, 谢吴清愣了愣, 来判断是否可以摘除, 百凡眼睛一亮, 那可以实现摘除腺体的同时保留性吸塑吗, 谢吴清摇头, 短期内恐怕不行, 什么, 你有朋友想做腺体摘除手术吗, 百凡语出惊人, 不是, 是我自己挺想做的, 胡说什么, 百言听不下去了, 给百凡加了一块牛肉, 吃饭, 菜都凉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会吃完饭, 让小谢送你回酒店, 百凡不语, 想着父亲大概很难接受我的想法, 算了, 也不急于这一时, 谢吴清对此没有发表什么议题, 在吃完饭之后, 提出要加百凡的微信, 在百言的注视下, 两人加上了微信, 他颇为欣慰, 让谢吴清先送百凡回酒店, 车开到酒店楼下, 谢吴清声势地替百凡拉开车门, 百凡道歉, 那我就先回去, 谢吴清认真道, 关于奥美改腺体摘除手术的问题, 都可以来问我, 百凡露出诧异的神情, 我不会到处摆出手, 是否选择摘除线体, 是每个奥美改的字, 百凡笑了笑, 好,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他和谢吴清说了再见, 心情还算愉悦, 转头走了两步, 却发现, 须辉站在酒店面前的街址上, 须辉是下楼买烟的, 没想到又一次目睹百凡, 从豪车上下来, 从他的位置, 听不到两人的对话, 但可以看见他还在笑, 原来平日在清了, 对着金主, 还是会有另一种自带, 百凡既然是这样的, Omega, 那凭什么瞧不起他, 须辉极其不爽, 自从那天看见百凡在洗手间漱口吹腹, 肚子里就窝着一旁, 此时正好发动, 须辉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语气嘲讽, 哎哟, 谁送你回来的呀, 须辉挑了挑眉, 追问道, 那人是谁, 百凡不想搭理他, 敷衍道, 我朋友, 哪种朋友, 关你什么事, 大明星这么八卦吗, 连我的私事都要顾问, Omega挑起眼烧, 管风吹动他的头发, 将白净的脸蛋切割成好几步随, 他高傲娇精, 和方才的模样截然不同, 不懈的眼神就像一根刺, 刺激着须辉的神经, 同时问候一下, 都不行, 须辉皮笑若不笑, 他都来了, 怎么不留这儿过宴呢,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行, 须辉指着自己, 我闲, 百凡轻笑了一声, 如果须大势地不闲的话, 想必也没有这么多机会被狗仔拍到, 和不同的Omega思绘, 虚辉脑了, 那是因为我, 狗仔才会盯住我不放, 百凡嗷了一声, 往左右看了他, 你看什么, 看有没有狗仔, 我得赶快回酒店房间了, 我可不想和你一起被拍到上热搜, 他说完就往酒店大听走, 像真怕被狗仔拍到似的, 把虚辉丢在身后, 百凡回头看了一眼将在原地的虚辉, 内心窃喜, 哼, 蠢渣诶, 还想跟我斗, 百凡回到房间, 回了几条消息, 发觉线体有些发烫, 他摸了摸后几, 算分日期, 还有一周左右, 还到他的情热期, 但为了避免意外, 百凡还是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抑制剂, 第二天, 他是被助理电话吵醒的, 一看时间, 睡过头了, 昨晚打完抑制剂就睡了, 早上连闹铃都没听到, 他匆匆换好衣服, 赶到化妆间, 抱歉我来迟了, 百老师, 这边, 化妆师冲他招手, 百凡从虚辉身后路过, 看见虚辉仍然在滋滋不倦地玩那款小游戏, 虚辉也不怕其他人听见, 哎哟, 比我来得还晚, 挺大牌啊, 他昨晚半宿都没睡高, 越想越有起, 凌晨三点终于有婚女, 在即将和周公会面的前一天, 脑子里又突然想起了百凡的声音, 左一句虚狗, 又一句我发呆, 百凡习惯了虚辉的挑衅, 总是淡定的回忌, 心里还嫌虚辉太幼了, 他之前还纳闷, 虚辉怎么有那么多妈妈, 现在算是怎么一点, 百凡用开玩笑的语气道, 虚老师, 玩游戏认真点, 别输得太惨, 虚辉转眼看向手机, 屏幕上又是讨厌的, Game Over, 不是吧, 刚刚明明都快赢了, 怎么突然, 气得他又把手机往桌上一拍, 百凡则在一边偷懦, 心情甚好, Bowen目瞪口呆, 虚哥, 你们关系好到能互相调侃吗, 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一口同声, 谁和他关系好吗, 人都到齐了是吧, 大家准备一下, 马上开拍, 这场戏讲的是, 苏芝发现丈夫另有所爱, 故意勾引试探, 百凡, 注意男年人物情绪啊, 好的, 于导, 百凡苦笑了一下, 为什么每次回队玩虚狗都会拍清逆戏, 导演你真的不是在玩我吗, 算了, 都是工作, 将军, 你来做什么, 将军多日没有回复, 我心里惦记,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已许久为和夫君亲近过, 只想更接近您一点, 苏芝一脸委屈, 红了双眼, 慢慢地坐到了夏少元的腿上, 轻声道, 您疼疼我好不好, 别再去找岳树林了, 夏少元整个人僵住了, 苏芝, 百凡的脸更红了, 救命啊, 还要我坐到虚狗腿上, 这也太羞耻了吧, 虚辉抬头看了一眼百凡,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音量说, 紧张什么, 这样的把戏应该很擅长, 百凡面不改色地回复, 那也得看对着什么, 于导丁的镜头问, 你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走戏啊, 两人才闭上鼓, 进入角色, 百凡下决心, 争取一条过, 省得还要重拍, 还要对着虚狗改申请, 他可受不了, 随即酝酿好情绪, 将军, 你抱抱我吧, 虚辉正住了, 他的心轰轰直跳, 脸也迅速红了起来, 该死, 他是在念台词, 还是在给我下鼓吗, Omega的特殊时期来了, 百凡脸红的模样很有意思, 那张漂亮的清冷的脸, 赶上红蕴, 生动挤诱人, 这样的Omega注视着他, 眼里水汪汪的, 苏军, 你怎么不说话, 虚辉有一刹那失了神, 我这是在干什么, 这种戏码都演过几百分了, 怎么偏偏对他一不开眼睛, 但很快, 他想到百凡的金主, 瞬间冷静了下来, 自己还在拍戏, 便一把推开苏枝, 让开, 你这般做派传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话, 苏军, 你竟被我如此绝情, 好, 我走, 百凡转身离开, 叹似悲痛欲绝, 实际上, 恨不得立刻从虚辉跟前消失, 可算能离虚狗远点, 那家伙也不知道收敛一下信息, 我一接近他, 身体就有点发热, 原剧情是苏芝在那一刻心凉了, 后来故意摔倒, 想试探夏少元的反应, 可能是临近情热期, 人特别容易疲惫, 他没控制好方向, 假摔变成了真事, 虚辉不知道, 走过来钻他起来的时候, 没有丝毫温柔, 能走吗, 苏芝的台词是不能, 你能不能把我过去, 百凡却没有说话, 虚辉低头去看百凡的神色, 他发现不对劲, 怎么了, 真摔了, 百凡嘀嘀恩了一声, 那你不吭声, 虚辉骂了他一句, 你是傻的吗, 百凡试图起身, 好晕, 虚辉摸了摸他的额头, 你怎么突然这么大, 转头大声喊, 医护人员呢, 快来看看, 百凡感觉后颈烫得像是在燃烧, 连带着意识, 也变得迟钝魔鬼, 这次的情热比平日更凶奥, 连抑制剂也没那么管, 剧组的医护人员给百凡涂了药, 虞辉也让百凡先去休息, 今天的戏暂停开始, 云记赶忙拉住, 小田叮嘴道, 小田, 酒店太远了, 你带他去我的房车上休息吧, 小田开心地答应下来, 太感谢虞老师了, 停车场那边有一台房车, 我的是右边倒数第二辆, 白色车身, 上面有黑色的图案花纹, 早上才做了清洁的, 你们放心用, 小田感慨, 宇老师可真好, 所以啊, Omega比Alpha更靠谱, 百凡想附和, 张开嘴眉却说出话道, 小田扶着百凡慢慢往前走, 对不起, 我要是个Alpha就好了, 那样就有力气直接背你回去, 百凡拍了拍小田的肩膀安慰道, 别说这种晦气话, 你便称, Alpha我更不会让你背的, 虚辉望着百凡很是纠结, 一边觉得百凡这样子挺可怜的, 想要背他回去店, 一边又怕百凡不给他面子, 拒绝和他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丢脸是小事, 但他的自尊心经不起再一个手, 百老师, 您是不是情热气道了, 我先带您进房车打一只剂吧, 可小田是个金鱼脑, 记不清语音记说的到底是什么位置, 这些房车怎么长得都一样呀, 于老师刚才说右边, 还是左边倒数第二辆来的, 百凡此时凉土花了, 满头大汗, 站都站不住了, 对了, 应该是左边吧, 就是左边的, 门还开着呢, 百老师, 坚持一下, 我这就带您进去, 房车内部空间宽敞, 只不过桌子上还放着两袋被拆开的水片, 不像才做过清洁的样子, 床倒是像云记说的一般干净, 小田让百凡躺下, 替他开了空调, 再盖上被子, 此时, 小田的手机响了, 是条短信, 你拉黑我也没用, 我在剧组门口, 不想我把事情闹大, 两分钟内出来见我, 怎么办, 怎么办, 不对不对, 抑制剂还没打, 不行, 来不及了, 小田把抑制剂放到床边, 抱歉白老师, 抑制剂您肯定要自己打了, 对不起, 我很快回来, 百凡脸颊崩红, 现实发烫, 后背还在不断地冒着你, 他翻了个身, 无意间闻到枕头上柳柳的香味, 是松柳柳柳, 凌冽而清新, 百凡将脸埋进枕头, 顿时期地舒服了许多, 虚规结束一段, 拍摄后准备到房车小气, 他看了一眼语音机的房车, 想着不知道百凡怎样, 我去, 我没事想她干嘛, 有时间还不如自己补个觉, 刚打开车门就闻到了 Omega性吸塑的味道, 像是香水瓶被打碎在地上 动发出的凌烈花香, 又带着一丝鼓励, 他情不自禁地被吸引, 怎么回事, 我的房车里怎么会有 Omega的性吸塑? 他往里屋探了探, 好香的苦橙花味, 太香了, 当他看见躺在他床上的百凡时, 脑子已是一片混沌, 他的腺体灼热, 全身的细胞都挽入了肌肉, 你怎么在这里, 你还好吗? 百凡猛猛地掀开眼皮, 看见须灰一脸差一百站在他跟前, 而那股松柏香又出现了, 并且离他越来越近, 他无法再去思考, 须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松柏香让他理智的咸彻底崩溃, 他抬起下额, 想要追逐香气, 伸出手搂住须灰的腰, 脸颊贴上须灰的胸膛, 大口的呼吸, 就是这个味道, 和枕头上一模一样, 好好闻啊。 无法抗拒的Omega性吸塑, 百凡眼圈红润, 头发凌乱, 伸出手抱住他时的眼神, 惹人怜惜, 眼前的Omega依偎在他怀里, 又软又香, 像块可口的蛋糕, 须灰完全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 只觉得有股力量在体内横冲直撞, 让他无法自持, 须灰收紧双臂, 将百凡圈在自己的领地, 衣服散落了一地, 他张开口, 朝着百凡的线体咬不下去, 小田处理完私事, 便匆匆忙忙往回赶, Owen哥, 怎么这要巧? Owen纳闷, 小田, 我是来叫虚哥, 老眼在催了, 小田左右望望望, 那你怎么走到这儿了, 这不是余老师的房车吗? 不是啊, 这是虚哥的车, 他都上去一个小时了, 小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等等, 可是白老师也在上面, Owen睁大眼, 可是虚哥刚刚给我说他会房车了, 两个人同时转过头, 发现房车似乎晃了那一下, Owen吞了吞口水, 你,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β一般闻不到性吸塑的味道, 除非Omega发情热, 或者Alpha被动发情热, 小田也闻到了, 他自责的快要哭了, 想要冲过去阻止, 啊, 虚老师怎么能证, 太过分了, 你别急, Owen拉住他, 想着不应该啊, 虚哥不会这么胡来的吧, 他之前不是最看重体检报告的吗? 总之先进去看看吧, 他环顾四周, 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人, 他在门边, 刚准备敲门, 车门从里面打开了, 虚辉衣服松垮, 裸梗上还有几个痒痕, 浑身散发着Omega的味道, 他堵着门, 让人窥探不了车内的风光, Owen焦急地问道, 虚哥, 怎么回事? 虚辉声音嘶哑, 百凡在情热期, 一时半会结束不了, 这里不方便, 去找辆车来送我们回去店, 他话音未落, 就被百凡一把搂住, 你去哪儿? 乖, 马上好, 虚辉暧昧地吻了吻他的手背, 等在门口的两人, 刚好那次的路, 瞬间石化, 大脑当机, 情热期还没有结束, 百凡并不清醒, 嘴里发出喃喃一鸟, 虚辉低头吻了吻他的后脚, 马上, 一进房间, 虚辉更没有了顾忌, 不需要再克制, 松柏箱和苦橙花箱混合在一块, 让人沉醉又迷惘, 第二天天一亮, 百凡睢开眼, 感觉四肢又酸又软, 意识逐渐回容, 映入眼帘的就是虚辉那张巨蜢, 他猛地蹭起身, 扭头一看, 心却一下子疼了, 一阵头皮发麻, 吃惊到, 虚辉, 虚辉睁开眼, 百凡, 他愣了几秒钟, 也清醒了过来, 你怎么在这, 百凡冷着脸, 你还好意思说, 你对我做了什么? 啊, 好痛,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昨天, 虚辉在大脑里回忆, 他只记得百凡被情热染红的脸蛋也多漂亮, 对虚辉来说就像烟草, 原以为吸一口能够缓解, 却发现越陷越深, 百凡路道, 你赶紧给我打住, 我没让你回忆那些画面, 虚辉记得有多清楚, 此刻看清百凡眼里的杀气, 就有多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Omega在和Alpha纠缠了一晚上之后, 还能这么冷漠? 虚辉反问道, 你昨天为什么会在我房车上? 而且, 你既然在晴热期, 为什么不用抑制剂, 百凡醋眉? 那是你的房车? 我以为是于老师的, 抑制剂我也用了两支的量, 哦, 虚辉明显不相信, 我这辈子都没问过那么浓烈的信息素, 你买到假货了, 百凡气呼呼地回嘴道, 我的抑制剂也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那可是我自己家公司生产的产品, 你少推卸责任了, 百凡强调, 就算我再晴热期, 你就该和我那样嘛, 你是不是觉得晴热期的Omega很好欺负, 就应该任由Alpha百货, 是, 我有错, 相比之下, 虚辉要冷静许多, 但是你有推开我拒绝我吗? 我, 百凡无话可说, 没有, 我当时明明认出虚辉, 却还是贴上去, 他活了快21年, 也经历过好几十次情热期, 没有哪一次情热期会让他像昨天一样失去理智, 在沉默之中, 他意识到只有一种可能, 小时候, 自己的Omega父亲曾经告诉过他, 只有一种情况下, 抑制剂可以失效, 那就是, 遇见性吸素匹配度百分百的Alpha和Omega的时候, 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是意志剂也无法阻挡, 通俗点说, 他们是彼此的命中注定, 不会吧, 这个不守A德四处留情的渣碍, 他居然是我的天命Alpha。 最讨厌的人竟是自己的天命Alpha,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真是天大的玩笑? 百凡从来没有想过他会遇见自己的天命Alpha, 更没有想到他的天命Alpha会是虚辉这样不守A德的家伙, 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能遇见性吸素匹配度百分百的对象的代理太小, 虚辉倒是想过, 有可能遇见天命Omega, 只是没想到他的天命Omega会管他叫虚口, 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 百凡先开口, 你的性吸素不是海盐味吗? 他分明不止一次在虚辉身上闻到过海盐矿物的气息, 虚辉解释, 不是, 那是我平时喷的香水, 百凡疑惑道, 你居然用了气味组合剂, 他这样的发孔雀, 不应该到处显卖他的性吸素吗? 当然要用, 虚辉认真的说, 如果我不用组合剂, 万一有Omega, 闻到我的性吸素被动情热了怎么办? 百凡无语, 你想太多了, 虚辉指着百凡道, 你不就是吗? 我能一样吗? 那是因为我是你的, 你的天命Omega, 百凡闭嘴, 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虚辉饶有兴致, 说啊, 继续说, 你是我的什么? 懒得和你废话, 百凡往后推了几步, 不再大意了, 虚辉拉住他的手腕, 你是我的什么呀? 百凡甩开他的手, 没什么, 你明知顾问, 我, 我懒得和你废话, 我要去片场了, 虚辉的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哎, 你等等, 百凡, 你有常识吗? 请热期有三天, 我知道, 所以呢, 百凡斜过语, 明显不能接受, 难道我要和你待在一起三天吗? 虚辉从他的眼神里, 读到嫌弃, 一瞬间, 胸口有心, 现在意志剂对你没有作用, 你走到哪, 都会散发出信息素, 压根拍不了心, 虚辉里了李百凡的头发, 你要是不敢和导演开口, 那我帮你请假, 百凡你了名嘴纯, 表情绝佳, 可我不想请假, 我可以用屏蔽贴, 一片没有用我就贴十片, 总之我不请假, 虚辉不明白他为什么正经, 这两天都是我们的对手戏, 你要是去片场, 作为和你搭戏的演员, 我肯定得跟着去, 到时候很难保证不会发生什么, 你要拍风云台, 还是拍动作片啊, 百凡知道, 虚辉说的也到了, 可这次拍戏机会实在能有, Omega演员很少, 连Alpha演员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距离很多Omega的角色, 都是Beta来饰演的, 原因很简单, Omega每个月都有三天的情乐期, 柔弱又多病, 受不了艰苦的环境, 百凡一直想驳回这些大众认知, 告诉更多人Omega也是可以找事业的, 可以和Alpha与Beta一样专制于工作, 要是我没上那辆房车, 再多给自己打几针一支机就好了, 何旭辉已经够荒淡的, 居然还要因此耽误工作, 百凡的眼睛红了一圈, 咬牙不让眼泪往下坠, 你, 你别哭啊, 虚归慌了, 昨天折腾的那么凶, 他都没哭, 我刚才的话是不是太重了, 他蹲下来, 一边抹去百凡的眼泪, 一边安慰到, 好了, 我只想劝你留下来, 我不是不宜凶你, 百凡撇过头, 委屈到, 你根本不懂, 我不想让人觉得Omega不能演戏, 虚归文言有些意外, 但很快地理解到了百凡的想法, Omega当然可以演戏, Omega是友情热期, 但那也需要两个人一起渡过的, 如果因此否定Omega的价值, 那Alpha也该受到很等的对待, 百凡, 就算请了假, 这件事也不是你的错, 虚归捧起百凡的脸颊, 温柔地说道, 你用了抑制剂, 也贴了屏地贴, 已经尽你所能做到最好, 真要论责任, 那肯定是我的责任更大, 谁让我是你了, 虚归轻轻地说出那个词, 天命Alpha, 百凡正正地望着他, 眼角还有屎光, 他好像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然后百凡推开了他, 谁准你亲我, 他吸了吸鼻子, 可是如果我们都请了假, 他们不就都知道我没有, 知道就知道吧, 百凡实在不是很想成为 虚归桃花心灵风的女人, 小声道, 那我的名声岂不是混了, 你什么意思, 虚归觉得受到了无辱, 和我过意很委屈吗, 他不是我的天命Omega吗, 为什么这么嫌弃我, 不是委屈, 是不道德, 你当我不看新闻吗, 你都要有孩子了, 什么, 孩子, 虚归指了指自己, 倍感无语, 我都没结婚, 哪来的孩子, 二人深情对视, 缓慢地吻了上去, 赶忙推开大喊谁让他上嘴亲的, 如果让剧组的人知道他俩一起请假, 那不就彻底, 脑中幻想虚晖左拥右抱, 又招呼着他赶忙过去, 他的名声岂不是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猛地做起大声质问和他在一起过夜很委屈, 百凡着急解释说, 不是委屈而是不道德, 再说了真的当他不看新闻, 都已经明明快有孩子, 听了之后猛猛地, 指着自己问是他, 他有孩子, 回想起新闻上的情景, 敲了敲百凡吃瓜的脑袋, 说他不会信了营销号的鬼话, 还没有结婚, 哪会有孩子, 可是狗仔队都在医院拍到了, 旭辉一听大喊他们不是那种关系, 只是在一起讨论体检报告而已, 赶紧举手发誓说千真万确, 看着旭辉义正言辞的模样, 心想没有破坏别人家庭就好, 二人感叹无良媒体狗仔队还真是能瞎编, 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 让百凡先去洗澡, 用不用抱着他去, 迅速逃离说不用他自己就行, 赶紧扶着自己疼痛的腰, 前去浴室洗澡, 看着百凡坚强的模样, 心想还真是逞强, 随后打电话给导演, 刚想说出自己的请求, 电话那头犹如一个暴躁的猛兽大吼, 他俩的事情博文已经告诉他, 就算这两天停工也不能这样子, 赶紧让导演小点声音, 百凡听到又要过意不去, 一切的后果他来承担, 还希望导演帮他打打掩护, 尽量帮其隐瞒, 但是娱乐圈个个都是人精, 估计没那么容易满住, 随后问其有没有想好怎么和百凡家里人交代, 怎么还需要和家人交代, 难道他的家人是指, 是那个和他在一起又说有效那个男人, 看着那人的模样, 莫不是百凡的金主, 嘱咐他千万别在明显的地方留下痕迹, 三天之后还要拍戏, 让其放心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有个底线就是不和有金主的Mass混, 百凡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看着洁白的大腿, 滑落肩膀的玉袍被拉起, 抱怨这件玉袍太大了, 虚灰激动的滑动喉结, 脸上面色潮红, 看着百凡走了过来赶紧看向他处, 百凡问他请好假了, 他轻声摁了一下问怎么不系好腰带, 扭过身向着床边走去, 说寄了又怎样, 反正一会也要拖, 他心想这情热气真是麻烦, 这才刚洗好, 昨天的事情已经证明, 他俩没有办法抵御彼此的性稀素, 既然日子不如就把精神和肉体分开, 先一起度过这几天, 暧昧地呼唤他虚大势底, 他觉得怎么样, 看着如此射人心魂的百凡, 心想着这还真是要命, 直接解开自己的衣服, 反手勾起百凡的衣袋, 此画面不宜观看, 略略略略过, 完事之后百凡躺在虚灰的胸膛之上, 这时掉落在地的的手机一声提示音, 仔细看去是博文发来的, 要有大麻烦,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虚灰如此的火大, 直接把手机丢向一边, 原来是为了评论区的评论而苦恼, 这件事公司是如何处理, 公司已经发稿, 说他俩这几天是外出拍广告, 不会让百凡那么为难, 鄙视的说他有关心他吗, 助理一本正经的说他都懂, 并问我回去没有, 是的这回已经可能到酒店, 此时百凡的房间内, 百胜叽叽喳喳地问, 百凡知不知道虚灰三天没有去剧组, 可真是会挑事, 脾气不好的说不知道让他快滚, 可怜巴巴地说他朋友是虚灰粉丝, 想知道他的去向, 那让他直接脱粉没必要, 小弟说这也太刺激, 究竟是和谁在一起, 但是总不能告诉他的傻弟弟就是他, 还真是郁闷, 三天三夜身上没有一处好的地方, 傻弟弟别多管闲事, 管那么多烦不烦, 你怎么了脸红, 哦他知道, 害怕地问百胜知道什么, 只见百胜犹如一个大聪明一样说, 那一定是太黄太暴力, 剧组阻止外传, 傻弟弟的脑回路别说还真是挺带劲的, 他夸赞他哥眼睛真独果然F没有好的, 是不是要换经纪人, 他是听父亲提起, 是的他已辞职, 他自责是因为善力之手, 才会导致百胜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时看着小田很是吃惊, 这怎么会赖小田, 不聊了他要开工, 次日的剧组来到剧组拍戏, 但是大家好像都在看他, 偷偷议论就是他和须世帝一起消失了三天, 没名没姓的新人南三, 怎么可能有人找他拍广告, 就知道会被说三道四的, 还是选择无事, 但是这时有人叫了百胜一声, 抬头看去是于老师, 终于来了, 想起于老师和须晖共处一世, 难不成他们之间也会是那个样子, 有时间的话单独和他聊聊, 但是百胜的脑子已经开始歪歪, 觉得于老师是来找他抢须晖, 这是要宣战, 二人走到一处偏僻之地, 于老师找他有何事, 两人突然换上一副非常正经模样, 他和须晖是不是好上了, 这变脸的速度还真快, 可是看着于老师怎么那么兴奋, 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于老师打断他说他都懂, 之前撞见他两共处一世, 那时是懒得解释, 但是现在想澄清一下, 毕竟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上次在一起是为了对台词, 紧紧盯着于老师长说一声恩, 真的是这样, 别不信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 以后也会保持距离, 不用和我保证这些, 他跟续辉关系很是一般, 关系一般的话能给临时标记, 忽然问续辉的技术如何, 百胜一听直接冷了, 殊不知他们的亲密接触让续辉看见, 瞬间只觉得有些吃醋, 他们之间什么那么熟悉, 提醒导演是不是该让于老师过来拍戏, 导演一听确实, 赶紧去叫于老师快去拍戏, 看着被叫走的于老师, 心情是十分的愉悦, 一群人围着他俩开始拍戏, 剧中的续辉对着于老师喊道舒林, 他有话想和他说, 随后轻轻地牵起舒林的手, 二人深情对视, 他说喜欢舒林, 是否愿意和他在一起, 剧中的于老师眼神偷偷向外飘着, 有些不自然地说他愿意, 小宇究竟在干些什么, 本是一场深情的对视怎么跟偷情一样, 眼神总是往外看什么, 场外有什么好看, 向旁边看去近视百帆, 导演疑惑他怎么来了, 还没有到他拍戏, 只是过来学习学习, 可是这哪是过来学习, 分明就是正宫监视, 导演看着百帆若有所思, 拍拍他的肩膀, 让他先去旁边休息, 有些不解问其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里, 小宇和旭辉拍吻戏会不自在, 无奈地说他先去那边等候, 赶紧过来快点接着拍, 有这么夸张, 他和贝辉又没什么感情, 但是他们这场会真轻, 看着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他们亲不亲和他有什么关系, 必须停下思考, 一定是自己入戏太深, 只是在为苏芝这个角色鸣不平而已, 才不是他自己在意旭辉, 可是就在这时, 朝着百帆看去, 发现百帆在看着他, 究竟在干什么, 怎么还不快亲下去, 徐辉赶紧道歉说他马上就好, 酝酿一下情绪, 轻轻地端起于老师的脸庞, 二人缓慢地靠近, 看得有些出神, 使劲攥紧手中的本子, 就在他的注视之下, 二人成功地完成戏份, 有些难过他们的真的亲吻, 也是毕竟剧本上就是这么写的, 回想起上次和徐辉拍的戒位, 他都搭起小帐篷, 那这次, 悄悄朝着徐辉看去, 不是吧居然没有, 不是说来学习的, 怎么在发冷, 没有没有发冷, 徐老师是有什么指教, 刚才那段戒位的吻戏看到没, 知道下次应该怎么演吧, 似乎不敢相信戒位, 随后向着于老师求证, 于老师疯狂点头, 刚拍戏的时候还说清, 结果他一来就戒位, 今天还真是磕了一个大瓜, 这是特意向他解释, 只是作为前辈教他演戏而已, 没别的意思不用谢他, 看着徐辉离取, 心中五味杂粮, 都记下来以后会有用的, 时间过得飞快, 今天是百凡杀青的当天, 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一定能拍好, 他投入感情地说着台词, 导演说过非常好, 大家都在庆祝百凡的杀青恭喜恭喜, 夸奖百凡学习进步能力也是相当不错, 这时小语猛地扑向百凡, 腻歪地待在一起, 看着百凡和别人走得那么紧, 心中猝意大起, 游戏已经结束五分钟了, 不再重新开一局, 高兴地说今天请大家吃饭, 现在要是想去抱抱, 也没有人会说什么的, 毕竟人多, 看着他的模样, 心想离了组就很难见面, 现在不去和他说点什么, 以后可就, 坐回位置说算了吧太幼稚, 自有别的打算, 酒店房间内, 他正在整理着自己的东西, 拿起这件衣服, 这是, 想起这是他要回房间时, 这是续辉担心他刚过情热气不安稳, 衣服上的信息素可以帮他安抚, 想走之前得还给续辉, 可这衣服一直忘了洗, 现在上面还有他们二人的味道, 这样还回去也太尴尬, 要不然, 别发呆先让他挑几张照片发微博营业, 让他等待一会, 别着急, 就在这时续辉猛的一惊, 看着手机上的绿泡泡, 果然来信息, 兴奋地站起身, 脸上满是高兴, 说等会再把手机给他, 看着手上发来的信息一棱, 居然想转账得续辉, 那岂不是就见不上面了, 虽然那衣服没什么稀罕, 难道想留下做个纪念, 坚定的要见面第一, 还是给他吧, 他去房间拿就行, 干嘛邀约在酒店房间见面, 最后直接转账几千块钱, 心想这样应该解决, 看着手机里的转账心想他倒是干脆, 想和自己的天命无卖单独道别, 看来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他不会这么简单就放弃, 眼开续辉发来的语音, 出来见个面有点事, 听着语气坚决, 决定要不就见一面, 两人很快就在外面见面, 三天之后有没有吃药, 有做体检报告, 这是什么意思, 心里想到他哪有来的脸, 嫌弃他不干净, 放下了酒杯还是觉得酒店房间比较安全, 左等右等人还没有到, 打开手机看会新博回几个私信, 那人开始倾诉, 他正在被Alpha家报, 希望博主可以给一些建议, 随后展示了受伤的照片, 指望着给他当老妈子嘛, 还是留着过清明节, 看着受害着的小作文, 和熟悉的证件照, 这不就是那个小田吗, 可我该怎么帮他, 此时却不知如何作答, 害怕说错话反而害了小田, 就在这时一只手拍了一下他, 看了一眼原来是虚晖, 真是个花孔雀, 每天都穿得跟走秀似的, 随后扭过头不再看他, 有什么事吗, 这时的他却不知如何回复置之无误, 半天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心想该怎么开口才能自然一点, 脑中闪过一种想法, 最终决定, 脱口而出, 三天后有没有吃药做体检报告, 什么意思心想他还好意思有脸嫌弃他, 怎么了这只是习惯而已, 呵呵发声的都发声了, 不放心的话自己去做检查不就好了吗, 情热期容易中奖, 而且他们的信息素如此的吻合, 原来你是害怕中奖, 所以今天特地约我出来, 就是为了质疑我的健康状态,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有了孩子我会负责, 不用难为虚大师弟了, 手机上都能讲清楚的事情没必要在面前添堵, 你放心绝不可能让你当孩子的父亲, 不是那个意思听我解释, 我会做一个全身体检让你放心的, 希望你也能再做一次体检, 毕竟谁能保证他在体检后那段时间, 没有和别人乱来呢, 没等虚晖解释完, 就这样吧, 随后转身生气地离去, 凳子上懊悔的虚晖捧着头, 怎么会搞砸了呢, 亏他前段时间还对他有所改观, 结果没几天就原形毕露, 敲门声响起小凡睡了没有, 听见是父亲便回答到没有, 父亲问到出什么事情了吗, 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进房间里面付, 还是在剧组有烦心事呢, 在听到他的欧妹的父亲的话语后, 却不知如何回答, 是不是父亲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还给你介绍了一个医生, 别想那么多父亲不是想逼着你谈恋爱, 只是想让你多见优秀的人, 不要对Alpha有偏见, 其实他也不是讨厌所有的Alpha, 比如父亲和百圣就很好, 世上恶劣的Alpha远远要比正常的多得多, 所以才对Alpha有那么大的敌意, 他曾说过每个室友情热气需要一起度过, 可是他又说让检查身体提醒避孕, 很是疑惑哪个他才是真实的, 日久见人心得慢慢相处才知道, 你是不是有想了解的人了, 百凡瞬间脸红说有吗, 一周后风云台剧组沙青燕, 众人举备庆祝, 心不在焉的虚辉时不时地看向门口, 怎么还不来呢, 这空着的位置看得心里不是滋味, 回想起给他发的信息沙青燕会来吗, 得到的却是空气, 上次自己说会对孩子负责, 真的让他这么生气吗, 他们这桌就差百凡没来了, 要不给他打个视频电话问一下, 看着手机那边, 希望雨云记打电脑能接, 手机的超长带音让他觉得八成是不会接的, 可惜下一秒就让他啪啪打脸, 小雨激动地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接了, 赶紧凑上前去, 问他最近都忙什么, 怎么都没有来杀青燕, 电话那头说因为学校快要考试了, 所以要复习功课才没有去, 拿出手机的虚辉, 自己怎么不知道他在复习呢, 随后赶紧找话题, 你还在上学吗, 这边和小雨通话的时候看见他发来的信息, 虚狗最近的话怎么这么多, 随后回复他再读大学, 并让他放心, 他是成年人没祸害未成年, 看着手机的信息虚晖心响, 明明背对了, 但是却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很想见他一面, 于是就见嗖嗖的地问, 在哪里上大学, 随后交集等着对方的回复, 手机的一声叮咚, 他猛然做起身体,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字, C大, 次日的C大校园终于放学了, 再不走快点学校的食堂饭都没有了, 走在路上刚才以微博小号的名义, 帮小田找了离婚律师, 希望能帮到他, 看着眼前炫酷的跑车, 这车真漂亮, 谁在学校里开这么张扬的车, 这时车窗落下, 车上的说了一句上车, 一眼看去竟是虚晖, 车内的二人安静的可怕, 随后上车还不忘系上安全带, 系到一半突然停止, 有什么话直说吧, 跑到学校里来是有什么事吗, 车上的人解释说就想找你吃个饭, 徐老师最近那么闲吗, 可能吗, 早上我刚拍完离牌的耳机广告就来找你了, 却换来一勾, 随后看着自己露出的离牌耳机, 偷偷放进去随后假装无事发生我一定不满, 你红遍全国和我吃饭肯定会引起骚动, 我还有客, 话因为络一把抓住了他, 有事说是干嘛动手, 当事人觉得不好意思的底下偷说, 不好意思我的一杆七到了, 一杆七他觉得有些不敢相信,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一杆七吧, 他回答说当然, 回想起弟弟的一杆七, 抱着自己的大腿痛哭, 说他的天命我没得在那里, 既然是一杆七, 就不更应该出门了, 是怎么想的呢, 万一哭的时候被粉丝围观, 或者被狗仔拍到那都不好, 突然把手伸向百帆, 我没有再开玩笑, 是很真诚的请你帮忙, 那我借你一点意志挤, 抓着头发苦恼说我已经试过了, 没有用, 回想起在家受的煎熬, 能用的方法都用已经试过了, 可是还是控制不住信息俗, 我记得你说过可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 我找好了酒店, 你愿意和在剧组是一样, 再请一次假吗, 听到后心脏碰碰直跳, 是答应了还是不答应了, 他在脑中快速地搭建了的一个方程式, 随后得出结论他是来找约炮的,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好吗, 我只是说出了事实, 上次是意外, 现在你有生理需求找别人, 我找谁你才是我的标记对象, 你会去Omega, 更何况Alpha也不受临时标记影响, 是可以去找其他Omega, 让自己少受点罪的, 但是我还是特地开了两小时车过来, 说完车内瞬间安静, 偷偷瞄着他, 心想算了都这种时候了, 就别再嘴硬了, 轻声细语地说, 你是一杆妻里唯一我想见的人, 说着缓慢伸手想抚摸他的脸庞, 随后又赶紧撤回长探一口气, 可怜巴巴地对他说我难受, 回想起自己的需求的时, 确实有点不尽人情, 毕竟剧组那次也算帮了自己, 而且他再怎么讨厌, 但是演好身材好技术好也是事实, 那几天的体验感确实挺棒的, 那个味道确实很棒, 其实, 想和他那个也不是不行, 你得答应我的三个条件, 第一要按我的喜好来, 可能需要你来服务我, 让我再套, 你有意见吗, 心想上次百凡是被动的一方, 都已经让自己不能自拔, 换成他主导的话那岂不是, 都听你的最后一个是什么, 每个月偶尔期前, 帮我加固一下临时标记, 行刑都一你, 整个被拿捏, 这还差不多,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友好护住了吧, 他很想要他的性稀疏, 你之前总行我虚构吧, 你说是就是吧, 随后将他推开说这里是学校, 发情也是讲场合的, 等不了酒店太远了就在这里开始吧, 学校附近有套房子, 我们就去那里吧, 二人急急忙忙地朝着屋内走去, 究竟是何事会如此着急, 一声俱响地开门声, 你的卧室究竟在哪, 就在最里面那一间就是百凡回答, 暧昧的气氛到达了极点, 一人直接闯进, 江湖救急他的那间外套路这里了, 快帮他, 话还没有说完, 一件衣服直接扔了过来, 这只是裤子, 看着远处衣衫不整的二人, 你们你们, 赶紧放开他, 徐辉放开你的脏手, 快穿上裤子先走, 徐辉不解为什么, 他都已经答应他了, 难不成他是你的金主, 怪不得那么心虚, 金主, 什么金主, 看着很是眼熟, 快让开他倒是要会会, 二人剑拔弩张, 小圣说他混蛋究竟要对他哥做什么, 哥难不成是百家小少爷, 几人冷静下来, 但是这画面有些可是不言而喻, 刚才史上真相场面别打断, 现在堪称史上罪尬,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那是因为替父亲参加叙叙叔叔的高尔夫局, 曾见过一面, 是不是他强迫你的, 要不然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但是徐辉却在想二人的关系, 你们莫不是是亲兄弟, 不然你以为是金丝雀和金主的关系, 觉得他是靠着赔税才进的剧组, 在他的眼里百凡一定是这样的人, 赶紧解释别生气, 他可以解释, 说话之间, 他的手直接别打掉, 少动手动脚, 他哥可是有婚约在申人, 心想这家伙在剧组和麦斯混三天的人, 不会是什么好人, 一定要想个办法让其知难而退, 怎会有婚约, 这又是在哪冒出来, 刚不为艰险除掉金主, 这时又出现个婚约, 快别添乱了, 赶紧忙你的去, 抗议的说他是一定不会认徐辉这个哥夫的, 真是麻烦总算送走了, 阴森森的声音响起, 百凡居然有婚约了, 是不是那种见了家里人, 这是他的私事没必要解释, 更何况他和其他的欧迈在一起, 他不也没有说什么, 不不没有任何欧迈, 他俩在一起后, 就没有找过别人了, 怎么突然之间这家伙, 光说这么暖胃的话, 更何况和他说这个干什么, 既然我已经说清楚了, 那你也要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婚约, 不是的那只是一个相亲对象而已, 这家伙忽然化身一只小奶狗, 高兴得不能行, 也不知在兴奋的什么劲, 什么兴奋没有没有啊, 一定是看模糊眼, 怎么可能没有, 信息素都弄成这个样子, 也不知收敛些, 那怎么行博盛终于走了, 现在没有人在打扰, 不行不行快等一下, 放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报警点, 接下来就该履行承诺, 夜晚的博凡公寓, 百凡朦胧胧胧的睁开眼睛, 睡醒了恶不恶累不累, 刚睡醒的他被突然出现的一张大脸, 吓得原地蹦起, 至于能吓成这样, 他反驳大晚上看到一个脸能不怕, 手机响起看是父亲打过来, 不会是那小子回家告状了吧, 要不父亲怎会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甜甜的声音叫起父亲, 什么是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下周就能去上表演戏最知名的导师谢海洋的课, 激动地说谢谢父亲, 心想原来是这个, 但是谢海洋也是虚晖的师父, 课是一定要上的, 可不想叫虚晖师兄, 最起码现在不能让他知道, 小声音音地说知道了先这样吧, 晚安父亲, 究竟神神秘秘地在说些什么, 难不成是在说那个相亲对象, 是不是家里又给安排了一场相亲, 怎么回事虚晖, 一赶气的占有欲那么强, 这已经是第二次询问, 是啊他现在已经没有信息诉干扰, 毕竟已经发泄了那么多次, 可是清醒时的他怎么那么在意他, 好希望和他是真实的一对, 能见家长的那种, 怎么了是不舒服, 没有只是想通一些事情, 快放手是不是吃错药, 心想不是把牵个手都不愿意, 如果向其表达感情的话一定会赶出去, 是不是家里给介绍新的Alpha, 是不是以为21岁Omar结婚很年轻, 有很多刚成年的Omar就结婚, 这简直是荒谬美好的人生才刚开始, 草草结婚完成终生标记, 如果再遇到一个错的人一辈子都会后悔, 不敢相信他会这样说, 可是很多的Alpha, 提议将DioMate结婚年龄标准, 他的成绩比那个Alpha好, 出国交流的机会为什么不给他, Omar不需要太多的见识, 安稳地成家生子才是正业, 性子要乖一点, 这样带出去才有面子, 表面身世有理, 骨子里却把Omar当成生育和攀比的工具, 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但是他们不一样, 那他们的言论来对比他很不公平, 他们之间是存在误会的, 他反驳误会他被包养不是偏见, 那既然这样的话, 不如就重新好好的认识一下, 别的没必要他没时间, 放心吧会有的, 他们可是有一周可以相处的, 谁让他的一赶期有一周时间, 一周后的博凡公寓楼下, 走吧回去了, 不是虚哥怎么这个打扮, 好看吧这可是他的衣服, 好看是好看, 可是觉得百凡不会把衣服给你, 当然不会这可是他偷偷拿出来, 这上面可是有他的信息素, 早知道一周的时间那么快, 就说一赶期有半个月, 短短几天的时间, 虚哥简直大变样, 这妥妥一个恋爱脑, 你们有没有完成终生标记, 肯定没有他是不会愿意的, 所以得想想办法, 接下来这个素人恋宗的邀约, 他去当观察嘉宾, 要好好学习一下怎样追求别人, 你的手看起来真小, 不如比一下, 看着手机的恋爱秘籍, 这真的是太油腻, 这招是一伸手估计都被看破了, 一点实用的技巧都没有, 所以搞不懂为什么要来这里, 节目组给的酬劳还是很可观的, 别那么想, 而且想追人也不一定要跟他们学习, 网上不就是有追爱秘籍, 变老虎变猫咪, 变成乃乎乎的小狗, 心想怎么没想到这里, 百凡可是经常叫他虚狗, 借他一用感谢, 另一边百凡的父亲说, 他已经谢老师约好, 先过去见个面聊一聊, 百圣朝着哥哥百凡的手机看去, 是虚晖发来的消息, 这怎么感觉像是在撒娇, 那不如就满足他, 看着他发的消息, 这不是明摆的是卖惨失败, 忍不住的笑出声来, 我们父亲发现后视镜笑出声的百凡, 跟F父亲说快看, 和谁聊天什么是那么高兴, 没有没和谁聊天, 怎么可能没有, 明明是, 明明是谁我怎么了, 接着就是对博胜一顿指点, 哥哥指点完, 又轮到父亲来指点, 果真哥哥不能惹, 车子很快就在一家房子前停下, 去把一会在附近的咖啡馆等他, 百胜祈求把他也带走吧, 谢老师您在家吗, 他就是谢海洋表演戏导师, 心想这老师看起来很是严格, 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就开始观察他, 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就是长得太漂亮, 这个长相容易抢走观众对剧情的注意力, 让他来交是个明智的选择, 合着说了大半圈, 原来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知道他家底殷实, 不论演技怎样都会拿到好资源, 不管抱着什么心态来学习, 都会一样严格对待, 虽有家庭的经济支持, 但是他对演戏的热爱只会更纯粹, 有意思没想到多年后, 竟有人和徐辉说一样的话, 当时他还在上大学, 那时候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家世, 只知是专业敌, 刻苦又有天赋不全是资本的力量, 所拿是地是实至名归, 以后你也是我的学生, 我也很希望你也能如此, 没想到只见过他顶着流量光环的样子, 却不知他还有踏实的一面, 老师能不能说说他的以前, 还真是每个来这学习的人, 都要问一下那小子的事, 师兄师姐们建了一个八卦群, 既然好奇那就把你也拉进去, 一个专门八卦虚晖的八卦群,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二人会发生如此激烈的争吵, 此时的百凡正待在公寓内, 还真是要感谢谢老师, 不然演戏的思路也不会打开得那么快, 小田过几天也可以开庭,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想起之前赶着上课都没空看群消息, 不如就点开看看, 看着手机里虚晖各种各样的大卦, 呵呵喳喳果然还是喳喳,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 谢老师还是那么的认可他, 还以为会了解到他自律且优秀的一面, 看来虚晖不管是在那一个时间段, 都很是风流, 真是不懂自己为什么要看, 这是敲门声响起, 别再按门铃了, 马上就来, 打开门一看,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果真又是如花孔雀一般, 到处招摇, 怎么来这里了, 他解释不太舒服, 好像是一杆七留下的后遗症, 可能还需要他的信息所安抚, 能不能再容留几天, 只见百凡直接一把将其推开, 大老远上门来逗着玩, 难不成他是一个自标, 不解的问其究竟在说些什么, 算了还是不问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 想问什么就问, 好吧那可是你让问的, 上大学的时候真的和哪个谁同居过, 当然是假的, 那时候是一群人去别墅开派对, 狗仔看他们有名气故意偷拍, 那前规则公司的新人, 有这回事没有, 开什么玩笑, 长得还没有自己好看, 为什么要谴责他们, 难不成抢了那谁的男朋友也是传闻, 他们不是情侣, 而且也不是那种关系, 没想到营销号居然传得那么不靠谱, 没有恋爱关系的话那就是泡友, 而可是那都是过去的事, 算了他也管不着那些, 不行等等, 问了那么多的绯闻, 看来很是关心他的感情状况, 对啊为什么追问他那些, 明知道和别人有着过去, 但是心里面很是难受,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一点都不理智, 为什么不买断那些绯闻, 不论真假都算是丑闻, 他解释那是不想被无良媒体的勒索, 可是又为什么买下他两在剧组的事, 他他只是不想让别人打百烦扰道而已, 以前的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不否认, 但是保证以后的生命里也只有他, 你你这话怎么说的有些, 二人赶紧弹开, 坏了坏了真的太轻浮了, 还没有追人就开始表白, 不是吧真的没有听错, 他会是那个意思, 就在绯闻刚想说出什么就被百烦打断, 是不是想要找他承当泡友, 怎么会这样说, 肯定不是想要泡友关系, 他是想走心可不是走肾, 难不成在他的心里绯闻只能当泡友, 刚才那是什么表情, 是不想当泡友, 没有怎么可能, 非常想, 此时他肯定是信不过自己, 还是先找个身份慢慢地培养感情, 再争取转成正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之间是不是可以关系再亲密一点, 没想象到这人还真是知道合理利用自己的脸, 也不是不可以的, 要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他俩在一起那个时, 不可以和别的Omega纠缠不清, 更不能再找其他人, 什么时候你开始在意这个, 别多想这这都是为了健康着想, 可不是为了那奇怪的占有余, 哦真的会是这样, 无所谓反正要求提完了, 决定权自己考虑, 不用考虑肯定答应, 就这么轻易地答应, 肯定不是他也有自己的条件, 那就是他要搬进来住, 疑惑地说这是为什么, 只见虚晖一把搂过百帆, 那当然是为了方便办事, 干什么这可是白天, 你说这还是干什么, 随后赶紧一下把虚晖推开, 这还是又怎么了, 当然是学习, 要看到晚上毕竟几十个句, 学习资料还几十个句, 今天这么有情趣, 直接毕竟他也要看, 看什么他是我的人, 这是市地的黑历史, 这这究竟是啥, 你以为这是什么, 这是上表演课的学习资料, 没想到虚狗以前做的发型还挺时髦, 优和着还有吻戏, 这可比之前拍得好, 别看了别看了, 那是第一部戏幼稚一点太正常, 造型为了贴合角色才弄的, 毕竟现在又不长这样, 是说的都对, 谢老师说优秀的演员会为其奉献一切和形象, 谢老师是谢海洋, 表演课既然就是找他上的, 那岂不是, 是不是该叫一声诗歌, 不回答就是默认, 确定真的不叫, 既然如此师弟不认可, 看来只能拿出点真才实学, 直接把百帆推到, 可别乱来虚狗, 不是刚才还夸奖他的吻戏好, 那不如就亲自叫道, 另一边的追爱一百天节自祖被采奸, 还真是一副荣光散发的模样, 这几天是怎么了一闲下来就笑, 你当然不懂, 这几天他两可是相处得十分融洽, 确定今晚真的不叫, 迫于无奈最终投降诗歌, 他们的感情正在急速升温, 开心归开心, 但是采访时可别说漏嘴, 放心我有数, 虚老师打扰一下到采访时间, 不知虚老师第一次参加综艺, 为什么会选择追爱一百天, 是想多方面观察一下感情的发展, 对拍戏是很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冒昧地问一下虚老师的理想型是怎样的, 可以一定要稳住和以前一样就行, 说喜欢漂亮善良孝顺, 喜欢有事业心的欧妹的, 用不着很温柔, 可以高冷一点毒舌一点也很可爱, 以前的虚老师可不是这么回答, 都说择偶标准会随着爱人变化, 是不是有了新的感情状况, 当然没有现在并没有谈恋爱, 但是如果有的话一定会告诉大家, 另一边的博凡公寓, 怎么就记不好这个单词怎么读, 虚狗简直不是人, 要靠英语和表演课, 这几天搞得记忆力衰退, 优鹤偷偷说坏话可是被听见, 别一回来就黏人身上, 这句话当着他的面也照样说, 是啊既然说是虚狗那就是听不懂人话, 汪汪汪, 还真是后脸皮没空搭理你, 要背单词, ambiguous是什么意思, 明明记得马上就大三, 还没考过六级, 没通过那时考试还没开始, 再说你的英语又好到哪去, 六级629过得应该够格, 可是焦就焦干嘛靠得那么紧, 当然是想你深刻记住ambiguous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暧昧, Let's make the night ambiguous, 让我们把夜晚变得暧昧吧, 不是这家伙说起英语这么性感, 到底是在调情还是在举例, 这家伙是故意的, 居然这么熟练, 一定以前肯定聊过很多Omega, 醒醒切记不能上头, 很是感谢老师的言传身教, 但是还是自己学习比较好, 赶紧去客房睡觉, 今天会学到很晚可能会很吵, 不是吧等我说完, 搞不懂怎么惹到他, 这这是他的手机, 看来是忘在这里了, 还是帮他拿进去, 一条Alpha粉碎机信息, 这么有杀伤力的ID, 这会是他的小号, 今晚的反常情况, 难道遇到不开心的事, 看着百凡的小号, 都是些控诉AlphaTi Omega维权的言论, 但是手指却突然停下, 这是一些说虚晦的帖子, 狂妄自大花心萝卜, 人品步行玩弄感情, 没想到百凡竟然是这么的讨厌他, 这一条小号的小号,